之前擔任柯P的網路軍師 29歲的王錦鴻 因為選舉一炮而紅 他也被研攬到行政院的 政委辦公室當研究員 但是最近卻被踢爆說 他在公家機關上班 一個月領61K卻經常翹班去演講 網路上有人挺他 但是也有人罵他 那麼我們就採訪到王錦鴻本人 他澄清說其實演講也是工作內容 不過既然現在有爭議 他說他要把這一年來的收入都捐出來 讓外界公平 敲鍵盤 改網站後台 一張桌椅 一台筆電 到哪裡都可以是辦公室 我有一次來坐在台北車站的對面 對面一顆榮樹下 在那邊寫真實 以資訊產業來講 這對我們來講很現實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是講靈感 29歲王錦鴻當柯P的網站軍師 一炮而紅 被研攬到行政院政委辦公室 當研究員 卻被踢爆在公家機關上班 月領61K高溪卻常翹班 比照基奧秘書薪水 我認為這個薪水對我自己的專業工作來講並不算高 三個月接了35場演講 上半時間卻在臉書PO文 全台跑透透 然後對我來講不論是演講 或者是出外去與我們的目標對象洽談 這一塊其實都是我的工作執障 包括架網站推動網路收法 和新創家接觸溝通 不限上班地點稱作遠距工作 但社會觀感可兩極 因為一般人只有22K 23K 而且還要每天做到讓老闆看得到 有些人能力就是有辦法到 像很多出貨主還是都是在家裡工作 PTT有人嗆 外出演講費有繳回行政院嗎 賺外快領雙薪 正式卻delay 但也有人護航 研究員要打卡試侮辱 難道學校教授也要打卡嗎 根本是體制內公務員眼紅 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當然是非常掙扎 我覺得我自己像是多福一年替代意 其實王景宏在踏入政治前 在科技業8年 曾是年薪百萬的軟體工程師 轉變從這裡開始 後學運時代就是認為網路有翻轉力量 才站出來 立法進程跟目標告一段落之後 我就階段性能完成 我就會離開行政院 回到自己的專業領域去 不用當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還能領61K月薪 如今被放大焦點 王景宏道士坦蕩蕩 受社會公平 東森 陳雲軒 歡迎陳雯傑 台北報導